哈囉,我們今天非常的開心 特別邀請到上莊實業有限公司的兩位共同創辦人 李忠仁還有我們的趙盛偉兩位先生 來接送我們一個人物專訪,歡迎 你好 那首先我想請阿瑟跟趙他來跟我們分享說 當初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 然後或者是起興動電 讓你們創立的這個品牌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本身擁有三家紙銀的早餐分店 然後所以我們一開始在將近12年前 我們在早餐店的需求有很多種醬料 需要擠到一般的那種小型的夾鏈袋裡面 所以因為我們看到每天員工都在下班的時候 都要擠醬料到夾鏈袋 這樣反覆的動作大概超過過1000次以後 這樣的動作其實都要 每次下班都要維持在3個小時到4個小時 所以就是說在我們這種本來就不是很想要做這種重複工作的人 眼裡看來就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購入在12年前購入的第一台機器 是為了我們早餐廳使用的 對對對 所以原先是因為有這方面的一個學經歷嗎 沒有,完全沒有 那因為先投入這個早餐餐飲業 然後看到為了不想 應該是說想要有便捷的方式 可以去完成我們這個醬料的處理 對,沒錯 因此投入了我們的醬料包的代購 對,沒錯 那我也想了解 就是說上莊實業這個品牌的名字 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其實我們的品牌最主要的 我們這個公司最主要的 就是希望讓現階段的中小型企業 他們的,我剛才有提到的 用夾鏈袋包裝這種很廉價的這種 降包形式可以做提升 所以經過我們的包裝以後 可以讓品牌形象加分 所以我們上莊的諧音就是為你上莊 對,品牌上莊 對,因為其實不管現在到店家還是 還是有些店家會是說我們叫外送對不對 對,沒錯 有外送的人員就是他們降到用夾鏈袋包裝 對,沒錯 就是比較容易肉液的 就會滲透出來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搞的整個提袋都會是降料 讓消費者去拿的時候就會手沾了到處都上 對,所以現在員工因為有這樣子比較方便 有比較願意留下來工作了解 那我想請兩位客們分享 那我們上莊實業成立到現在的品牌 大概有多久的時間 目前是到快九年 已經要九年了 那我也想請問在這個快要九年的時間裡面 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事呢 我記得印象深刻的一個非常印象深刻的點 那就是說 就有一次我們在包裝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要休息了 但是瑞芳的有一個客戶 新北瑞芳 對,他有一個業主打電話給我們 那請我們說可不可以幫他趕單 那時候已經就是晚上了 他就是變成從北部的時候就馬上開著車 帶著他降料下來 那我們想說就是support 就是支持他 想說對,幫他趕快把這個降料包裝 包裝我 包完之後大概凌晨四點的時候 他又驅車回去 就是瑞芳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後面去查了一下發現說 他是那種我們就是攤班企家六十年第三代的那個經營者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這一個過程當中啊 我們就是想要去支持他 去給他一個後盾 對,因為這就是我覺得也是我們公司的一個其中一個理念 那他到從你看到從我們一開始到現在 他已經也成為我們一個最忠實的一個顧客 對,對對對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九年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遇到 因為九年過程的 而且兩位也不是本科系的嘛 那我相信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有比較多一些困難挫折 那有沒有可以跟我們分享幾個案例的部分呢 其實最大的挫折就是因為 因為一開始機器本身是很不聽話的 因為我們不是本科系的 所以變成說我們在接觸包裝機的時候 這個自動包裝機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去掌握它的下料的邏輯跟運作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前一年的時候 我們不斷的請原廠技師來協助我們 來調整機器 甚至來維修機器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真的心力憔悴 因為不只請他來 然後我們花時間 然後我們損失的醬料 然後也會損失很多耗材、包裝膜 然後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請他來 就要花6000塊的維修費 電視過出來就有工期 對 沒錯沒錯 等於每一個環節其實都是在起初 我們很艱難的一個成本的部分 對 沒錯 但是那遇到這樣的狀況 你們是怎麼去克服它的呢 其實就是像你機器遇到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握每一次 每一次祭司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全程錄音錄影 然後每一個小動作、小細節 我們都不想要去錯過 甚至去想要加速的學習 對這機器的了解 不懂得趁機趕快問一問 對 那之後看工程師、技師他們怎麼講 他們回來之後就是回去做筆 趕快自己研究、研究 等於說看什麼時候 可以不用再教師傅 對 因為一次就6000塊 是 沒錯 其實也是一個相當艱辛的過程 然後要早中期的時候 對 沒錯 那在這個部分 我也想請你兩位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我們上裝品牌 你覺得製造的一個核心價值理念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希望說 協助跟幫助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本身自己是產業者 然後我們一開始 對於早午餐廳這種 全台灣幾萬家的這種型態的店家來講 其實資金規模都不大 可是我們都很想要多做一些事情 來讓消費者讓客戶更滿意的事情 像醬包跟衛生乾淨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多人都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很多同行他們給的這個MOQ 就最低的訂購量其實是很大的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透過協助這些中小型的企業 像我們一開始這樣子的中小型企業 來挺過這個最艱困的時候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說他們一開始在早上期 或者是在最初的資金 可能沒那麼充裕的情況下 我們用比較低的MOQ 最低訂購量 1000包的這個量 去讓他們可以達到心中 想要去打造品牌的形象 或者是創立一種 對醬廟的期待的一種方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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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在草叢寫的時候 你們也是希望協助一些中小企業 是比較青創臉他們在創業的地方 對 沒錯 沒錯 有這樣子困擾的人 對 可以用比較低的一個數量 比如說1000包 我們先來試試看 對 那OK之後 我們再做這個長久的一個 對 沒錯 沒錯 那我想請因為剛好今天也有帶一些藥品來做展示 可以請兩位來跟我們分享說 目前我們公司服務的項目有哪些 OK 我們原則上的話 我們對於粉料中跟顆粒 還有膏狀 液狀跟黏稠物的 像蜂蜜 像糖漿 這樣的醬體本身我們都可以包裝 然後大包裝上至600克到1公斤 然後小包裝粉裝 甚至到0.5克到1克的粉裝 我們都可以裝 顆粒的話一樣是上至500克 下至1克我們都可以裝 醬料的話上至300克 下至6克3克都可以包裝 對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就是說 像比如說茶葉啦 對 都可以 或者是說粉狀的部分 可以客製化去做 對 沒錯 這個功課數或是size的部分 對 沒錯 OK 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較黏稠 或是油水的 也都是可以提升做這樣子 對 那我們的受眾要怎麼去找到 就是說你們可以幫他們服務 做客製化的需求 我們在我們的FB官網上面 跟Google上面都非常好搜尋 對 因為我們在經營這產業 已經 今年已經第九年了 所以在這個業界 經常小有名氣 也非常容易搜尋 也是辛苦打到出來 長久的大約要開到第九年了 對 沒錯 了解 好 那這邊我想請楊樂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 在這個創立品牌的九年的期間 有沒有什麼是來自一些顧客的建議 跟顧客的一些回饋 其實最大的回饋是從看他們從小攤販到店家到聯手加盟整個過程 這是一個最大的最大的欣慰 就是說因為他們一開始可能本來是一個很小規模的 然後資金不充裕的 那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們透過我們的服務 然後節省了他們的時間 然後節省了他們 他們可以更專注的去做他們的品牌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服務下的一些品牌 目前大概有超過30位以上 都已經從微小的攤販到店家到現在可以做品牌 對對對對對 這是我們最大的欣慰 從起初比較草創時期 對 然後比較就一個小攤販 對 到有一個店面到連鎖地 對 都是長時間 然後起初也是因為你們的體確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從數量少的開始來做事 對沒錯 然後現在其實長久下來成為你們的忠實的一個顧客 對沒錯 都是一個成就感的 對沒錯 對了解 那有沒有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有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很艱辛的部分 那有沒有來自一些家人親朋好友跟團隊的一些支持 最大的支持就是我表弟 趙咖 可以怎麼說趙咖是怎麼樣支持法 其實應該說就是 就是簡單相信 因為我本身是職業局人退位 職業局人又是原本比較封閉的一個部分 一個圈子 那退役之後 其實本身我對參與也都有興趣 那再加上就是我哥跟我去講到 雖然一開始我對這個領域可能不懂 很陌生 對很陌生真的很陌生 但是在這個領域上面我哥跟我去形容到 再加上在市場面也有稍微去觀察到 會發現 確實餐飲就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就秉持著一個就是我覺得 雨幫水水幫雨 互利的一個方式 那也是相信我哥 就是的這一個 未來這條路的一個方向 那就 就是 一起的跟著哥哥這樣子一起做 一起努力一起打拼 對 等於是家人的一些努力一起互惠一起去試 都是我們背後的一個動力 對 我這個產業真的是蠻累的 有時候感單等等的 就是在那個空間裡面 對 噪音 然後熱 真的是 對 其實也是就是因為環境的不友善 但是也是因為我來自一些親吻家 還有客人長久的一個知識 對 我們這條路超好高 反正常常就走到現在已經第九年了 對 沒錯沒錯 對 那我想請兩觀眾們分享就是說 在未來啊 我們的這個上妝品牌 有怎麼樣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計畫呢 嗯 我們就是我們討論完之後 其實我們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的據點在中部 在中部 對 那業主 很多的業主 其實我們的業主都是在台灣的世界各地區 那我們的想法是想說 未來我們在北中南都可以有一個據點 那這個據點我們培訓好我們的專業的包裝的員工人才啊 這在北中南的據點的時候 在顧客公 欸 業主就跟我們接洽之後 那我們可以快速的了解客戶的需求 之後 把他說 欸 鎖在地區所配單過去我們那些分部 讓他們可以趕快的接單製作 那因為究竟要嘛就是業主過去拿 未來的話 我們也是想要說有自己的物流系統可以幫業主做配送 因為其實這些運費的成本 其實有時候也是一個很高的一個印刑成本 對對對 那究竟的話 有些業主他想要自己過去拿 或者說我們未來我們可以提供一個物流的系統 讓就是我們的物流是直接配送到業主那個手上去 這是我們的未來的一個規劃 對 就是等於說也是希望就是說在北中南都有一個據點 對 沒錯沒錯 它省這個物流的一個成本時間 對 那未來當然最希望的是也可以把它做到就是海外的一個 對對對 那很多人知道嘛 對 那這邊我想請兩位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你們覺得在經營這個品牌的時候 有怎麼樣的最重要的一個經營的一個觀點要素呢 嗯 我覺得經營所有的食品相關產業 對最重要的就是要因為這是消費者要吃下去的東西 對對 所以衛生啊安全啊然後甚至怎麼樣讓吃下去的時候是健康的 嗯 不要危害身體 是 這是我們最大最大的核心價值 對就是你們的初衷跟核心價值就是建立在這個 我們覺得我們要安全衛生 對沒錯 那如果說現在有一個年輕人跟你們一樣想要做這個我們食品代工的這個這條路上 你覺得有什麼樣給他一些創業的建議呢 嗯 其實任何產業都一開始不會太輕鬆 因為如果太輕鬆的話 勢必就會有很多人一起加入這個創業的這個行列 可是我覺得值得創業的點都是在於別人可能看起來不輕鬆的點 所以一開始不輕鬆不代表你未來看不到果實 像就跟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也是在這個產業也做了將近第九年才看到了小偶成績這樣子 對所以如果我奉勸各位想要創業的年輕人 如果看到了覺得自己適合自己的商機 或者是自己相信的商機的時候 就是勇敢投入 可是不要貿然照進 對就是可以先預估自己有多少的心理準備 比如說是兩年或是三年的投入 那給自己一點的時間去讓看到的未來沉澱 不要覺得他會馬上看到成果 當然 就是說我們自己先給自己一點時間 也先去親力行為去接觸這個環節 對沒錯 對那我們才知道我們有沒有辦法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 對沒錯 然後做好一個就是自己能力範圍能承受的一個部分 對沒錯 然後就是勇敢投入 對沒錯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就是 邀請到這個上方實業有限公司的兩位共同創班人 李中仁還有趙慧來接受我們一個人物專訪 謝謝